对抗赛第四季的直播现场 我是解说TGS打买买 我是杜师傅 本届赛是由PUBG官方授权批照主办 观看比赛请锁定斗鱼直播 虎牙直播快手直播和企鹅直播 同时要感谢五一八倍镜的数据支持 本届全球明星对抗赛直邀了 中日韩三个国家96名顶尖主播选手 中国队将由斗鱼虎牙快手企鹅的主播选手 共同组成 征战9月28日至10月1日为期4天的对抗赛 锁定我们官方的直播间 镜像精彩瞬间 是的 PUBG中秋活动现已开启 实质金秋福利不断 9月28日到10月11日活动期间 只要登录游戏就有好礼送上 枫叶花纹的武器皮肤 晚秋M416 陆白月明时装套装等超多珍贵的道具等您来临 登录游戏后 点击大厅左边的活动图标 即可到相关的页面登录签到 领取奖励 是的 我刚刚也跟买买说了 我说我今天真的是忘了 一会儿回去一定要登游戏 然后签到一下 对 去领取一下我的福利 当时就特别喜欢M4的皮肤 然后一直没有剁手 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总积分情况 韩国队是再吃一鸡拿下了10分 我们现在仍然是35分的领先情况 是的 目前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韩国队来说不着急的是因为 他们明天还有一大场 先来看一下整体战神榜的情况 燃宝宝 三个淘汰 邦萨两个 蓝湛飞两个 石人鱼两个 以及加东一个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 无论是蓝宝宝 邦萨 包括蓝湛飞 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石人鱼和加东 都是我们在整场比赛当中 起到很至关重要的这些主播选手们 是啊 他们也是一直比较主动去寻找机会 我想不到让一个妹子 拔得头筹了 你们自己还要想一想 这就是为啥 这个确实我们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非常非常可看 除了我们的男选手非常优秀 女选手也是经过不让须眉 没错 没错 让我闲 讲到了就前一阵子比较火的花木兰 是吧 是 就是非常有气势 就是到下场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这个既然来到战场 还是很能够打得出来我们自己的水平和操作的 是 那回顾到比赛当中 我觉得接下来一场是艾伦格吗 对 好 好 我又梦了 这个就是接下来一场比赛艾伦格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的选手来说 确实是值得像我们说的好 因为是很熟悉的地图嘛 再加上也是我们熟悉的一些这种战术的思考 我相信说可能接下来比赛当中 对于中国的选手来讲会打得更顺一点 没错 艾伦格呢 我们从游戏发售一直到现在就一直在玩嘛 然后里面的很多的点位啊 交流啊 去拉位置啊 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书的两张图 一张是米拉玛 一张是维安迪 为什么呢 因为它确实错综复杂 有很多的被托也好 防区也罢 其实不好去交流 在信息传达上会有组合 而艾伦格不同 我们会更加的流畅一点 所以呢 我们第一把艾伦格是取得了胜利 而最后一把艾伦格呢 我也比较看好中国的 对 希望我们也可以开头和一头一尾嘛 来一个好的结尾 那当然确实在米拉玛和维含迪 在我们之前也说过的 就是说 对于韩国队整体的战术上来讲 操作空间可大 对 所以说他们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战力 包括 我觉得我们刚刚其实采访到橙子 他自己说的也比较明确 其实对于我们的问题 可能上一把确实在转点上 交流慢 然后执行上面的问题 还有转点 导致转点嘛 对 就是这个决策上的问题吧 但是也确实反观起来 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 因为毕竟是四个平台的主播 然后全部联动在一起 来进行一个这个对抗 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联动性上面 还是可以给他们一点时间 第一次嘛 是吧 他们第一次做成这样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满意的答卷了 就即使我们最后一把没有拿下 那也无所谓的 因为我们确实做了很多 对 我们已经进人士了 是不是 可能最后圈运差一点 那也无所谓了 他们从第一天的表现 到今天的前四场的表现 真的是可以配上一个90分的高分 就所有的主播在一起 是 这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弹幕说 10分在哪 10分在哪 没有10分 我们看那个韩国战队那边的ID 我之前解说那种是韩国 基本上都那些人 就基本没啥变过 首先他们确实 这个基数跟主播的数量 就在那摆着 对不对 他们想变也变了太多 但是我们这边 确实每次参加比赛的ID都在变 就说是我们这边人才背书 然后我们这边 是一个百家争鸣 欣欣向荣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吧 而且我们这边 大部分的职业选手 基本上已经远离了主播对抗赛了 而那边可能会多多少少穿插一些前职业 对 这个确实是在整体的战略上来讲 也讲到了 韩国队他们都是 一直拿自己比较熟悉的老套路 老阵容 老选手 对 他们磨合的时间是很长的 而我们这边就唯一的两个前职业 都两年不打了 我跟你说 早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是吧 所以确实换句话说来讲的话 我们队的 或者说我们中国队 确实是选手 无论是有一些新鲜的面孔还是一些老的这种人气主播 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讲这两天的比赛 确实是不错的 发挥啊 沟通啊 执行啊 然后转点啊 可能说在决策上面还是 还是需要再有一些时间的调整吧 但是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因为你会发现 就在我们有一场失利的时候 我们第二场是能够有一个 非常非常明显的转变和调整的这种速度 以及包括我们是很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你会发现 就我们刚刚为什么说 橙子不仅是自己钢枪很厉害 也是战术大师 就他对于所有我们中国队的遇到的问题 和即将会有的一些 他们都分析的很到位 对啊 我们上帝视角看出来的东西 他在赛后的采访里 他都说得出来 对 这个我觉得是 就是你 因为你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你并且这样的话 就解决问题就很快嘛 对 所以最后一场 这个艾伦格的话 也比较期待这个 我们中国队的选手会怎么样吧 就是还是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队的缺点 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实力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心理问题 就是我们很想要快速的去 对对对 向战当中 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就我们打得很主动 但是韩国队就很谨慎 很保守 我一直在卡你 卡你视角 托你 我真的 我能五分钟站那我不动 你换成我们这边 哇 你让我站五十秒 我估计我都站不了 受不了 对受不了的 那边是真的沉得住气 就站五十秒 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对啊 他到底在不在那 对挺佩服他们的也是 我到底还在不在比赛 是的 所以呢就是尽量呢 避免落地的柔点 落地团 我们尽量能不接就不接 还有就是在跳点方面呢 从前四场的这个观察来看 韩国队是很不喜欢 跳中心的一些重资源区 学校P城 我们这边是可以优先站的 包括R城学校P城 这边可以去站 而四周的一些房区呢 其实是可以让给他们的 就比如边缘的一些G港也好啊 MELTA呀N港啊 或者是那个P港啊L港 都可以去让 就包括外城可能都可以让 就我们这边的一拨人 我们只要扎在中间附近 我们就有一个第一圈的 一个优先的转移圈 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的优先转移圈 因为确实 我们会发现在 之前的战力上面来讲 我们也反观打得挺紧 胜挺保守 就是我们的在站点上面 也没有选择中间的位置 站下边 相反也都是跑到侧面 比如机场等等的之类的 可能说确实 在接下来的一个跳点的选择上面 中国队是可以做出来一些改变的 包括这个确实你要考虑到的是 你面对的这个对手是谁 那对手现在是韩国队 是可以选择一下改变思路的 当然也反观就是说 其实这个圈的问题吧 因为你可以看到 上一把极限圈形象 就对于韩国队就很大优势了 极限圈就比较好运营 会有更多的运营空间 其实我现在还担心一点 就是我们能学习 我们能进步 韩国队那边 他如果也能学习 也能进步 他如果意识到 他前四把在落地团上 一直有优势的话 会不会追着我们落 对 这个是有可能的问题 对 要担心还是 就是该担心 还是要担心一下 就是层级数了 对对对吧 我们这边第五层 目前显胜 那边如果直接 再来个第六层咋办 是吧 就说是 我现在能预判到你的预判 我现在怕的就是 你能预判到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 我只能预判到 你预判到 我的预判的预判 那我还能怎么办 是不是 是是是 就是看谁预判的 更明白了吧 其实一切都是假预判 就看到时候 这一仗谁能打赢吧 对吧 就是还是要看 真的还是要拉出来66 看看实力吧 所以我觉得 对于整体来讲 中国队 目前两天的比赛 看起来是不错的 虽然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 人嘛 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情况 包括战术 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战术 所以也期待一下吧 哎呦 好 开始了 快乐起来了 这是新出的皮肤啊 兄弟们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 这个小兔子 我不知道跟什么 那个联名的 反正看起来挺喜情 挺好看的 就感觉对于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应该都很喜欢这样的衣服 我敢保证 上面百分之九十的 这个女性角色 都是男的 我也是 来看一下吧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场比赛 是 航线是呢 稍微靠东部一点点啊 是从机场岛 直接飞向了圣山方向 来看这个落伞方面 跳伞 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这场比赛 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选择 是 机场我们这边 应该要是抢的 上一把的这个艾伦格 我们是很多 应该是大部分战队 都是把主力的部分 都选择到机场的位置了 对 机场岛这边 N港又有人 而这把 哎 你看 看到没有 我们确实是在往P层方向飞 是吧 就往学校方向 往R层方向 跟刚才我们的判断一样的 就是说是我们去选择一个 比较靠中间点的 这个 重资源点 然后你们去往边边脚脚飞 只要这个圈不是特别的偏 我就有优先转移拳 是 我就第一顺便 我们刚才采访到了校长 是吧 也可以关注一下 是不是能是真的当 当了这个学校校长 是 真的想跟他碰一碰 学习房 学校 落地可以先控车的 这个看一下 刚刚那个蓝战飞也是 很果断 他应该是扎在了外点吧 对 慢慢搜吧 反正这个物资呢 搜刮还是要浪费一些时间的 对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在前期做一个兵力的集结的话 那你物资上的分配 势必要很少 要少 对 因为就物资就这么多嘛 所以其实对于前期来讲 我觉得中文队比较聪明的是 他们也没有说全部都扎在一个点位 而是反而就是稍微平均一点 这样的话 让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 充足的物资的选择 对 我们这次的32V32 其实已经算就是 这一场完毕之后 我们中国队所有的比赛就打完了 明天是韩国队对日本队 就以后我们再面临这种32V32的时候 其实有必要派出一些个人能力极强的独狼角色 去打野的 对 因为如果打野的话 你落地控车以后 自己控制两三个野区 即使物资是特别的不稳定 但是你在地图的控制权上 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是的 我们看到之前 就是第一把韩国战队 它就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打野 对 就是你除了占有地图的控制的权力之外 你其实还可以做一个信息的爆点 对 包括我觉得还可以牵制一下 对方的一个兵力 对 吸引牵制驱赶都可以做 是 很有弹性的一个位置 而且你让开了城区 那你的队友就可以多搜一点 是吧 讲实话 我觉得中国队的选手 如果说将来比如要投票 谁愿意当这个野区做打野 冰川他就是啊 他就在打 肯定有非常多的人 都愿意举手说我愿意 我也愿意啊 兄弟英雄威啊 是 白给也无所谓 我白给可以甩锅 就我自己没办法打不过嘛 对不对 但是但凡我又是起来了 看到没有 看哥刚才干了什么 关键是这个有一种 什么就是野外的这种 一个不亏 两个血赚 对 能收一个是一个 没错 所以这个对于怎么着来说 其实都是赚的 但是确实前期 我觉得中国队可能在 第四天嘛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比赛当中 也许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和战创的考虑 可以期待一下 没想到 韩国队这边转移的速度还挺快的 这是选择在机场岛外围打野的队伍 而直接选择过桥 他们怕出事 谨慎嘛 谨慎 果然谨慎 这就是他们的 一贯作风 风格 其实他们在中日韩的那种三方混战当中 韩国战队其实偶尔也会展现出 他自己比较主动的一面 像上次比赛当中 他们看见了倒地的是日本队几个人 乌央乌央就上去收分了 我真的人都看傻了 中日韩就在我 在之前的一些可能就跟 我觉得这次比赛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是应该是没有淘汰分的选择吗 是 就是那个三方的那个是有的 就是这个是没有的 两方对战的时候是没有淘汰分的 两方没有 三方是有的 但三方那个就是韩国队 他们还是会选择就是欺负那种好欺负的呀 他就主动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队倒是也可以做一个策略吧 坐收渔翁之力 让两方先去进行一波对战 然后再劝架 对 最后收收分 拿一个冠军 还是挺美的 当然想都是这么想了 可能每次战队都是这么想的 对的 机场搜完了溜了 选择从东桥走 因为西桥那边有人打野 他们是之前知道那个信息的 如果那么走的话 有可能出事 是 二人摩托车直接吓两人 分散一下 在整体上来讲 中国队因为我们知道 这四场打完以后 我觉得相信韩国队 觉得遇到对手了 其实现在很明显 就是两边都是挺谨慎的 打得很平稳 跟昨天的比赛观看效果大相进行 昨天的最后一把 艾伦哥有人还记得吗 昨天最后一把开始之后 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就挺羡慕 昨天可以解说的 感觉好像五分钟下班 可以的对的 看今天的最后一把 五分钟一场 五分钟一场 昨天就好像打接机一样 打的可能比接机还要快 关键是很欢乐的是 我们是欢乐的那一方 对吧 我们是收割战场的那一方 日本队真的痛苦了 我在想明天的比赛 会不会日本队也比较痛苦 哎呦 没位置 期待一下 OMG的队服 这是当年他们夺冠的时候的那一款 现在OMG队服已经换样子了 这一款我是有的 这个视角当中啊 因为确实前期还是很平稳的 对的 所以也是给我们更多的一些 视角上的观看 对 我们的地图里面也是存在了 很多的彩蛋在里面 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 也可以再次说一下嘛 马上这个中秋佳节了 大家也可以去游戏内领取一下 对 可以领取这个风衣M4 就是晚秋M4AE M416这个 然后呢 还有就是 陆白月明 陆白月明 时装套装 来看一下现在整体 我们的在站立情况下 双方都是 因为就是我们在讲 这边可能要 可能要扎了 刚刚听枪声人不多 选择直接给了 不管了 外城北部 这个城乡结合部 直接贴过来了两队人 这里只有两个人防守 我们虽然是进攻方 但是我们看这个过点 好的 再试探确定敌人的位置 可以先用投授物去 找一找机会 还是要小心啊 别那么就猛的往前冲 因为对方其实只有两个人 如果拖延战场时机太多的话 很有可能他们会再从外包夹 就做一个反包抄 是的 这样的话中国队就有点被落入圈套了 所以要尽快的结束战场 是 对面也在靠投掷物 去那个什么 去过时间 直接进来打击尖枪 没有发现人 这边出来穿了一个 穿了两个 哇不是吧 还被他补了一个 好亏 本来可以无伤拿下的 想不到韩国 就韩国队的这名选手呢 打得还比较主动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 打一个不亏 打两个血转 只是血转的是韩国队 是的 就本来我们可以无伤吃人的 对 不过总体来说 我们也不亏吧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人 换了对面的两个人 来看一下吧 韩国队现在的整体情况 他们是优先的 在圣山的附近排兵布阵 我们也算是山山来迟 虽然我们站的 比较靠近圈中心点 但是圈往他们那边 套的比较厉害 这里车上开枪 欢乐 欢乐 这个从刚刚那个站点 位置上来讲的话 韩国队就是还是相对 这个按照他们的一个套路 比较这个谨慎一点 但是不过能感受到 他们还是有所调整的 这边几个韩国队 直接扑上来 加东把人接走之后 看对面那边 是不是火力太足了吧 车马上爆 差两三枪 跑开了 没事撞了一下 这肯定是要爆的 不过这车要隔五秒钟 以后才爆 赶紧走 赶紧走 能跑多远 但是韩国队这边 还是把这个载具 给扫掉之后 其实确实对于加东 这一队来讲的话 要考虑一下 接下来正进入战场的 一个策略 是 这边还不错 对面是开枪了 在扫车 加东准备摸到他的近点 这是抓一个落单的 对面也在跑 没有拿到枪 好像只有连击了 这个位置 看一下石头后面 先打中对面一枪头 加东17发子弹 被原点抽倒了 可以把人头补掉 目前来看 我们两个人头领先 是的 连打逮捕 打得也很果断 对 这是远点加枪的 直接把人收了 可以 看一下整个 其实对于中国队 应该是加东 这一支小分队吧 也是算做一个尖刀位 在前面做一个勘探 对 被迫尖刀 本来有车 车没了 是的 好 盛山顶上我们占据 你站下面大仓吧 我们现在目前 站得比他们高一点 而且大仓这个位置 从西侧 其实就是顶到山顶 也可以俯视的 DQ是自己摸到了近点 他的位置有点小危险 你看 想找机会 然后被反打了 对面这个直接飘头 对面的这个 Akan这名选手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也是频频有亮眼表现的 对 这样也能体现到 确实韩国队这边 捕捉危险信息的信号能力 非常的快速 而且能够第一时间 把这个信号和这个危险给扫掉 对于DQ来讲的话 确实比较可惜吧 自己一个人 这个贴到了敌人的近点 但是没有拿到一些收获 对 他信息是看足了 这边DQ是不是有机会去救一下 一倒不慌的 但有一个问题 看一下吧 现在中国队这边 好像是在做一个 地形上的侦查 对地形上的展开 对 他们这个 已经把这个整体的阵型拉开了 对 韩国队那边 甚至有一个兄弟想摸到 我们屁股做一些坏事 被发现了 你看DQ现在 好像真的可以救 哦 曼森那边已经在服了 可以 不抛弃 不放弃 不愧是森妈 满满的母爱 关键 关键是 现在确实 因为他们对于整体的人数上来讲的话 尽量不要少任何一个兄弟 是 我这大盘机趴下之后 后座力果然小很多 但是对面原点 双居还以颜色 韩国队枪法 属实也不错啊 而且看到 哎呦 那个 Rosa 好像是把我们这边穿了四个嘛 这个Rosa 有点 有点凶 对 有点凶的啊 不知道加东那边能不能 把人补起来 孤独药 一杆大炮 疯狂的输出 韩国队占据了这个双舱之后 好像在地形上 挺吃亏的 一直被我们架在中间的 但是 不过在人头方面 我们好像是 落后一分 对 而且从刚刚开始前的情况下 这波架打之前 其实中国队是有人说上优势的 对的 那个Rosa穿了之后 好像就烈势了 破点了 依靠个人能力啊 五队要还是稳一点 哇 这医疗真的捉进降轴 这一个包他都有点不想打 整体来讲的话 中国队 我觉得可能在现在的一个战术上面 就是要考虑一下 虽然占一个有力的高点吧 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讲 他们也是有一个策略抵抗的 而且以韩国队的脾气 现在早应该去绕了 但是他们现在仍然没有绕 不知道为啥 他们其实有机会往这个东侧去绕 而且也是同样跟中国队一样选择一个抱团作战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就很明显跟前一场比赛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 没错 而我们中国队其实在这一把很快的去集结了 这跟之前的那个战术也不一样 我们也是在积极做出改变 有可能是我们集结的这个位置 当前的指挥官认为 这个位置确实太好了 需要重兵把守的 这个集结速度也挺快的 这一把 浪白被击倒了 应该可以救 这在山顶上 而对面那边枪线的瞬间集火 好像打得我们 这韩国队派了一支小队 整体是摸到了圣山的一个屁股 怪不得他们前期的位置一直不换 原来他们已经派了一支尖刀小队 这个就是韩国队很聪明一点 就是我让你误以为 我的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在一侧 然后让中国队这边 所有的这个观察和注意力 全部在前方 对 我们其实这个圣山的顶部啊 废墟这一侧还是 不要放得太开的 因为他们如果是贴到近点的话 那些坡对于韩国队来说是有优势的 而且讲道理 可以把废墟围起来 如果他后面放了这么一两支小队 作为一个尖刀位 进行一个背后的突袭的话 很容易把中国队打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在前方这边 然后马上进行一个大军压境突进 我觉得中国队这边很难顶 看一下能不能发现吧 现在 而且这个尖刀位它兵分两路 有两个人先往上摸 另外三个人继续往前 摸得挺快的 哎呀 不过没想到吧 我们这边嗅觉也挺灵敏的 没想到吧 扫某某这边 早已经往后面的屏幕上面看位置了 看了 看了 对面想干坏事 我们这边如果提前发现的话 有可能打过点 位置不对呀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但韩国这边 往前压的速度也挺快的 就韩国这边好像是要 攻占这个圣山 攻占光明顶 这个看一下 能守得住中国队 我们把这个防线呢 是着重守在了这个土队附近 那现在其实就是一波关键 打得赢 这场比赛就基本上奠定了胜利 是的 打不赢 基本上就很难在后面有翻盘之力了吧 对 这一波战斗我感觉无关运营了 就很多的时候就是看正面能不能刚柱顶柱 对 彼此的位置应该都被发现了 而且确实前期韩国队已经运营到位了 后面也是做了一个小队的包抄嘛 对 三人之差 三人之差 对 就是简单的战术嘛 嗯 哎 这边 赶紧走 冰川赶紧走 这直接来到了废墟这一侧 老打接机的兄弟熟悉这个点 从小地图上来看的话 其实是在进行一个尝试包夹了 是 我们现在尽量抱团 在阵型上 然后被压缩的还是比较紧的 对 你看 这个压缩有利有弊吧 哎呦 塔楼这边直接被投注全部清掉 然后这个卫星站其实也不太好防守的 因为也比较吃雷 这个不是四人的团战呀 这个是32对32的团战 其实防区里位置真的有限 这就刚刚我们说的有利有弊 这个防区内很难可进不可出啊 对 而且那一侧想退回到防区还是比较可信 没有退回到防区里 其实就刚刚那那几个投注物一下去 防区里面站立就少了很多 对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好像明显的是被困在里面打 而且这个竟然靠个人实力尽力了 各种提前枪 那边也想打提前枪 他这边可以打个包 对面还有救人 就这个位置 这就是接机位 看一看 这个点 他已经听到声音了 他在疯狂打提前枪 这边不着急 他在拉 对 一个反弹雷 天霸那边刷平了 橙子小 一锦然可以扳回了一些颓势啊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人头还是比较落后的 对 九人之差 韩国队那边也是欢迎颜色 这个现在的人数差让中国队打得很难受 因为算是一个腹背受敌 是 韩国队全部把中国队这边给包夹过来 对 曼森 哎呦 这个非常可惜 就差一枪 没有任何伤害性投授物了 好像听到了C4的声音 哎呦 这一个C4可以 Mr.B 是收下了一个 而且这边在 这个 栅栏这里也被反打 竟然 个人能力真的非常出众啊 对 单人拿了三个淘汰了 对 四分了 韩国队这边拥有一个绝对的优势 然后确定了中国队这里剩余人员的一个位置 直接开车啊 强势进场 没有办法 应该是大概率扛不住了 也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去操作了 莫子这边也倒下 现在只剩下了曼森自己吗 哦 曼森这里也被发现 好的 恭喜韩国队取得了今天比赛的最后一场的胜利 是的 嗯 呃 最后一场吧 我觉得韩国队呃 如果是这么来看的话 确实是他们的无论是集结速度 还是说嗯 呃 作战能力挺好的 挺快的 对 确实挺快的 而且最后几波打的确实不是很拖泥带水啊 他们知道我们在圣山的位置 他们没有选择去那个运营等圈嘛 而选择直接把圣山给打下来 他们选择攻打圣山的呃 方式其实简单而又粗暴 就是说是我直接从不同的位置去分路绕开 然后去包围你 把你所有的人呢集中在圣山的顶部 然后围肩就可以了 当时其实我们就应该集中兵力呢 去把一侧一面的敌人全部清光 然后呢 在那个屁股还没有掏上来的时候 非常果决的去把一面清光 才是破局的关键 就是他们在呃 就是把我们包围起来了嘛 其实他们各个 点位分散都有人 对他们分散的是比较开的 我们需要就是集合一下 而不是被他们逼在中间 就是团在一团 对就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站有一个比较有力的位置的情况下 其实在前期是有优势的 而且人数上其实我们在前期的时候 也是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把这个优势继续的扩大化 反而是给到了这个对方一定的机会 这个我觉得是对于 接下来可能说中国队还有一天的比赛 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决赛当中嘛 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 如何建立自己的优势并且扩大化 那其实韩国队这边很聪明的一点 就是在自己有劣势的情况下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劣势被对方给拉开 反而是去选择了一个更好的策略 然后以这种以战养战的情况吧 来去不断的去来对这个中国队进行一个骚扰 进行一个侧面啊正面啊背后的突袭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中国队来说的话 就是越打越被动 对的 他们被归缩在了一起 然后被那个驱赶在了一起嘛 其实当时呢 韩国队在两仓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一直是一个火力的绝对的压制 但是呢好像在正面的拼枪上面也没有占到多少的便宜 便宜是占了但是没有想中那么大 韩国战队那边是拉出去了五个人绕到了屁股 然后导致我们所有的那个阵线呢 是有所就是分散了 然后我们的阵线一分散呢 他们各个方向就好像找到了机会一样 就同时往上扑 对 然后就把我们就加在了一起嘛 而且他突的速度很快 然后包括你会发现 其实骚帽我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他是发现了屁股后面有人 那也是做了一个勘探 但是无奈的是 确实对方的一个集结速度 包括他们的一个策略上来是讲 太果断了 对 那接下来的话 又到了我们的采访环节 看看 接下来会采访的是哪位选手的 哎 蒙小暖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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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你好 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火鸭直播的蒙小暖 声音很好听啊 对啊 是也想问一下 其实你刚才是拿到了 我们上一场的一个MVP 这个个人淘汰嘛 你对于这个整个来讲的话 你自己对于今天的比赛 这个满意吗 第一 第二吧 比较满意 然后最后三局可能打的比较弱 嗯 是 也想问一下你觉得目前咱们中国队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 感觉应该是我们的战术上可能是比较比较散漫吧 稍微散了一点 大家团体 嗯 是 嗯 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最后一天的比赛嘛 然后最后一天呢 是变成了三方混战 然后你对这个三方混战 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想法在里面 尽力去打 尽力去打 嗯 行 好 那最后这样吧 那就对这个一直以来支持你的粉丝啊 或者我们班友有什么想说的吗 对 呃 加油啊 打打棋都可以 呃 加油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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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非常可爱的一个妹子 对 声音很好听 可以看到就今天我们虽然是出了三局 但是这主播他们自己的心态还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惨败 我们都是有机会的 只是确实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呃 然后 呃 然后 解决了之后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对 呃 奇怪的问题又出现了 呃 当然了 我觉得 确实我觉得 呃 能够遇到一些可以去对抗的这种对手 其实对于反而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件好事情 嗯 如果每一场比赛都像我们第一天那么的碾压 呃 呃 我觉得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人生太顺了嘛 也不太好 所以 对 呃 其实你反而遇到了一个可去对抗的对手 你会让你自己会有更高一步的一个进步 或者说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那我觉得遇到问题 那我们存在问题也不用怕 因为像我们刚刚采访到的一些主播 他们也是直接承认啊 我们确实在哪里哪里有一些问题 那当然了我们遇到问题就可以马上的解决问题 这也是我们的中国队的一个态度 包括我们队的一个呃优良品质吧 所以说也很期待说在第四天当中三国混战当中 中国队能够拿下这个我们最后的一个比赛的胜利 没错 而且呢呃 敌人呢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是吧 我们五局里面也是赢了两局的 虽然最后一把有一点失败 但是呢呃 并不说是完全没有机会 之前也是有过一定时间的小优 对 呃 最后一天的比赛呢 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因为真正的三方混战到了那时候 呃 就都不好说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是的 那种情况会比现在的这个情况要乱很多 对 我觉得也会更加的好看 对 更加的好看 我们比赛的赛程安排 以及赛制的这种激励 我觉得会更加的激发出主播的一些个人的操作 以及这种团队的配合 有了那个淘汰分了呀 对 呃 我们现在虽然也有战神榜 但是我们那个分数是不计入最后的一个总分的 但是我们在第四天比赛当中的每一个淘汰分 都是可以计入到你国家队的总分 其实这个无论是对于个人荣耀 还是整体的团队的战绩荣耀来讲 呃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好的激励的方式 和一个不错的这种展现的情况 所以也很期待吧 最后一天的比赛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 精彩激烈的战况 就确实能够感到 就一定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当然我觉得回归到今天比赛整场五场比赛 中国队虽然是稀败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 多鼓励一下 对总结一些问题 然后状态上我觉得我们中国队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在实力上面肯定还是有 主要其实就是要预防这种韩国队的选手 对吧 经常会做得到了他们比较擅长的事情 运营也好啊 然后沉得住气也罢啊 韩国队选手确实他们玩这个游戏感觉是不蓝不惊 有点像机器人的一样 就好像没有情感一样 当然开个玩笑 就是策略上他们是很缜密的 对很缜密 然后包括这种战术上的安排 那可能对于中国的选手来讲 我觉得就是还是更多的都是一些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队的选手都很耿直 就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韩国队的就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些 就是都是一些战术安排 包括他们整个的一个纪律性来讲确实是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值得尊重吧 然后同时呢 今天两天的比赛结束了 我觉得可以回顾一下 因为杜师傅两天比赛的结束都在嘛 那第一天结束应该是 可谓是很增加气势的 第一天其实没啥说的 是吗 第一天就乱打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总计分情况 中队这边呢是35分 暂时领先 第二名韩国队15分 然后日本队这边是没有分数 而我们明天的比赛呢 就是韩国队对日本队 来看一下这个战神榜 这是上一把的 然后锦然呢是四个淘汰 打了618的伤害之后呢 曼森是两个淘汰 然后冰川浪白小翼都是一个淘汰 这个小翼的照片 我们当时也猜呢 这是他孩子还是他小时候的 就没猜出来你知道吗 是然后呢也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个采访到的选手 或者说想要为自己的这个特别喜欢的这个成员 然后接受到一些采访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博 然后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什么的 包括有一些想要提问的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粉丝去观看比赛 确实想问说到底怎么安排的呀 谁是你们队内的大腿 或者谁是一个总指挥位 都是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波互动的 然后我们听到的话 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反馈 然后包括也会给大家做一定的这种 算是福利上的资源吧 然后同时呢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 就已经全部的结束了 要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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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要感谢518倍镜的数据支持 本届全球明星对抗赛 直邀了中日韩三个国家 96名顶尖主播选手 中国队将由斗鱼虎牙 快手企鹅的主播选手 共同组成 征战9月28日至10月1日 为期4日的对抗赛 锁定我们的官方直播间 进享精彩瞬间 是的 PUBG中秋活动现已开启 实质金秋福利不断 9月28号到10月11号活动期间 只要大家登录游戏 就有好礼送上 同时呢 我们的枫叶花纹的武器皮肤 晚秋M416 陆白月明时装套装等 超多珍贵的